六頂九六甲 母九八大家好 我是三三 三三是我 我這樣子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我也生存了八年 我要謝謝你們 一直以來 你們可以這麼不離不棄的 謝謝你們沒有嫌棄我是過氣的直播主 三三三是我的 大家好我是三三 三三是我 我也有跟你們講說我今年的規劃跟計劃了 我也想要讓自己修不用長 就是短短的一個禮拜至兩個禮拜 對我來講就是長假了 而且不是在過年的時候 這個是我一直想幹的事情 我這樣子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我也生存了八年 你知道這八年 你們陪我經歷了很多人生的故事跟小劇場 我要謝謝你們 一直以來 你們可以這麼不離不棄的 真的是從小看我長大 欸真的啦 你們很多人從小看我長大 我未來的每一年 我會繼續幹大事幹大的 好不好 我會讓你們看到 不一樣的我 雖然每一段時期我都有在蛻變跟成長 但是我覺得人生的經歷 對我來講都是非常美好的 好不好 謝謝你們沒有嫌棄我是過氣的直播主 直播主丟丟妹日前開直播做料理 把蛋餅放入起司片 翻面時意外突然發生 來那個起司片 嘿 快點 你不要沒有水 郭忠祐又見了出來 直接噴到丟丟妹身上 燙得他尖叫聲連連 現場工作人員更嚇了好大一跳 趕緊遞上冰水給他冰敷 我好可憐喔 你看我多拼命 但敬業的他仍將鍋中的蛋餅完成 不過隨即也中斷直播 緊急就醫 事後他也PO出頸部及首部灼傷的照片 寫下工作難免會有意外 謝謝大家關心 畫面曝光也讓粉絲們相當不捨 不過直播過程中意外還不止這樁 邊做邊說 我覺得這是男生跟女生不一樣的地方 對 男生沒有辦法 你不是不要幫 粉絲你不是不要幫嗎 我覺得有點炒灰搭耶 忍不住 不會炒灰搭 我剛剛火就開 我剛剛火就開小小的 搞熟再說 把他搞熟吧 現做滑蛋蝦仁 架式十足 完成品更是色香味俱全 獲得樂禮雛娘丟丟蜜 豎起大拇指贊賞 但其實樂禮過程 鳳小月疑似不習慣快速爐 手指也被燙傷 所幸傷是輕微 沒有留下傷疤 只是一連兩起意外 也讓網友們看得提心吊膽 明新聞請教的李澤民 台北報導